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发 这会停风了 但是小雪绵绵的不影响出发 现在我收拾收的东西往前面走一走 前面还有两个镇子吧 然后去镇子上去买点补给 我在这里主要是没有七块 像昨天晚上过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没七块 所以说饭都没做好 行了 收东西 咱们准备出发 东西都已经收拾完了 刚要出发 下大雪了 鹅毛大雪啊 花花的 这会是真的大 但是也不影响出发 该出发的还是出发 走吧 完了 简直又没气了 一直在摩前面的泥瓦 嘚啦嘚啦的 打点气 这样没法起 蹬都蹬不动 什么原因呢 它就是不起 这样就压太小了 我使劲打一点试一下 要完就是这个简直漏气了 漏气那就要大修 好像是坏了 怎么跳这么严重 这应该是可以用的 去把它打点气就行了 没怼的 可以直接打 我以后是气针的呢 没怼 不管用啊 还是要用打气筒才行 这个有点打不了 我一走的话 走紧往里面关系的时候 它就不打了 打不了打不了 得找地方找个打气筒才行 还跟前两天那样 我又往上提了一下 稍微不磨了 反正是七一会 它又下去了 回头看到镇子 找个修车的地方 借打气筒打两半就行了 这个电动的呀 压力达不到 好像只能到六点几吧 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必须要用七万打 我估计才能打上了 直接出发了 往前面能走多少算多少吧 前面要翻山 正前方有个山 翻过去以后可能 不知道后面还有吗 看这个路也不值 还有23公里 以前的时候 我以为有危害 这边是平路 就是说大平原 没想到这边的山还挺多的 它都是那种小山 离海边很近 翻过去 前面这个山 应该就下坡了 看这个距离 还得有一公里多 又开始响了 摸了一路 我都快被它反死了 我手一拉开 一离开这个车板 它就慢慢伸上来了 它就是压强不到 一提一下 一颠 然后它就上来了 又上来了 上了这么多 我都快被气死了 一碗都快磨烂了 磨就磨吧 只有那种高压气泡打才行 少了那种高压的那种气泡 打不到里面去 那天的话可能是打少了 我还是这个慢跑器 到这里看看 找个修车的地方赶紧弄一下 要不然根本就走不了 人太多磨出 磨出杠了 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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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下来 打两下 打两下还是不行 最多到6.5个牙 已经到顶了 打不动 看样子 应该是兼证需要左右 不知道还是什么原因啊 这个咱找不到 找不出来什么原因 哎呀 真犯人啊 我觉得脚死了 根本一走不了 一走就摸到这个班 都摸的 塑料都摸毁了 看样子这个车 该退休了 哎呀 比如说看有合适的潮口 山地潮 潮土上 这边好多风力发电 太多了 这一块 上面 这一块一年四季风度很大 又开始下雪了 哇 看这多大个猫子 哈哈 本地人 不是本地人 应该是外地人 都称卫方为雪娃子 就是经常下雪 这边多雨 卫方是山路满道 东北角上 一个人家海城市 这边多有雨 还有国家配套 就是一些工厂的生产的一些配套界 为主以前说日汉 这边投资比较多 前些年车子走了不少 现在的话是一个旅游城市 环境还不错 这边的旅游也做的也为方有好几个小刀 有点像开蛋那边 但是这个小刀走 右内楼开一过去外 夏天说来不太好 但整个景象太冷了 夏天走右内 在海上外外 上小刀上走走外外 费用也不是太高 夏天溜游是个好地方 前天见 我已经去一样 比较发达的时候 还有货子气 还有卫方打工的特别多 尤其在山东打工的 一个是烟台 卫方青刀 应该我这样说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反正是80后知道的非常多 70后我不知道有过来的不 以前那一人也计算上卫方打工 那时候另一人经济不发达呀 山东板刀就厌海的几个城市比较高一些 卫方而且是全国 河岸县最长的地基市 在山东生消费 可以说是中东吧 不算是很高 但是要不低 比另一小匹高 这边 大区啊 大区啊 下区真大 还有10公里到今天的目的地 打了点气呛点了 我才不打气啊 就一直往下吊 看到有气牙不行 要玩就现在里面全油 下午4点半 看一下有没有大点的超市 我要去买几个那种奇怪被子 要是离开这里的话 只能10公里开外 还有一个阵子 要是能买到的话 顺便把菜什么也买了吧 往前再出发 中干穴这个阵阵阵小 一点不大 前面有个超市 这边有个买生鲜的 有卖点 一块钱有锅 拿了四锅 是普通的 不是那种高原器锅 一大包煎米 这一包的话是两大张 七块买了点水果 还有煎饼大葱 就这些今天的补给 再往前到10公里 中途要是有河西露营的地方 去找地方露营 围方这边说话的口音啊 和我们林仪那边不大一样 我们林仪和江苏徐州 还有晚北 还有河南交界的那一块 说话有点像 那这边有点偏 像天津大连 在镇上 电动车店接了个打气筒 我得打打气 不打的话我怕他又没气了 打打看明天要和还跑的话 就说明这个简直有问题 不跑应该就是上次打的时候没打足 好 大哥谢了哈 给你放没口了 好 行 看一下再跑去那就是我也没法了 就简直有大问题 现在是晚上的六点钟 发现一处可以露营的地方 天色已经黑下来了 我看可以露营了 这小院应该是没有人住 先探探路 先探探路 这边有房子 地面是硬的哈 太乱了 乱七八糟的 在房间里还不如在外面打帐篷了 房子是肯定能进去 没人就是带了一下 这个也是自住的 看不清 这里是一个以前的羊圈 这里是一个以前的羊圈 这个角域应该是 不是狗 就是兔子 全部都拆间房 以前这应该是一个村子 哇有狗 这边上去 看这里应该是没有人住哈 小白狗 应该是没有人住 一个厂房 这里是以前的 要啥 上一看 哇上面有个车 大家没见这户人家出来 可能是不在这一块住 这是一个小山坡 上来了上面风太大了 下雪了 哎呦 摔死了 哎呦 全是冰 哎呦 太滑了 这是个洗澡间 这边 帐篷有点打不开 太窄了 这边可以简单清理一下 这是一个车库应该 还行 车库没有没 就在这里吧 地上全是油 鹹树可能在这修过车子 还有一点毯子什么的 等一下再说 先把车子推过来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了 最少是能防风呀 雪刮风的话都没刮到里面 说明这一块正好防风 从那个墙角那位置搭个帐篷 应该不错 还行 我去路边把车子推过来 简单 脂子 olurs要是要的 要先处断 水 鸡 还好 一个没坏 不错不错不错 今天晚上把它吃了 其实每一颗大葱也行 我买了两颗 两颗也行 今天晚上要把它吃掉 要不然明天 等下的话就冻坏了 这个户外温度太低 什么菜也放不住 昨天买了几个辣椒 剩了三个 今天就冻了 直接冻烂了 两颗葱切了这么一碗 切了不少 把锅加上 倒点油 这张壳子掉里面了 没事 一点点 把这儿打碎 都剪成毫不烂了 这个晚上等会儿 鸡蛋都炒碎了 这样就行 消点火 我还短了 来点盐 吃饭吃饭 看一下 还可以 是不 尝一下味道 还行 不错 把这个香肠切了 吃了吧 明天的话 路上有商店 这边这种香肠的话 随便都能买到 哇 这不是两个街鸡 这四张 帮你吃 吃完了 进档子 再来上两片 香肠 这是这个味道 最好 清天了 今天晚上月色 应该还可以 头顶那是月亮 哇 明天绝对是一个好天气 能看见星星吗 休息了 睡觉 哇 小天 说 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